《圣经》是一部神奇的书籍,读《圣经》,学英文,让知识和心灵一起成长。 本视频采用《圣经》和《合本》的心意版本。 小编为了经读《圣经》而制作这一系列视频,现在分享给大家。 每一节视频都包含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中文读经,后半部中英对照读经, 让您在领悟《圣经》话语的同时,也学会了英语。 这些事以后,有人对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 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连同去。 有人告诉雅各,说,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 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给我。 对我说,我必使你繁殖增多,成为一大族,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生了两个儿子,现在他们算是我的,以法连和马拿西是我的,好像刘本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子孙,都是你的,不过,在继承产业的世上,他们可以归在他们哥哥的名下。 至于我,我从巴旦回来的时候,在迦南地的路上,那里到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就死在我身边,我在那里把他埋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儿子,就问,他们是谁? 约瑟回答父亲,他们是我的儿子,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 以色列说,把他们领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他们祝福。 以色列因为年老,眼睛昏花,看不清楚。 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去,他就与他们亲嘴,拥抱他们。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可以看见你的面,现在神静使我见到你的后裔。 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膝上抱下来,自己脸伏在地下拜。 约瑟领着他们两个到以色列的跟前,以法联在约瑟的右边对着以色列的左边,马拿西在约瑟的左边对着以色列的右边。 但是,以色列两手交叉,右手按在次子以法联的头上,左手按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 要祝福约瑟,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以撒所侍候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那就我脱离一切祸患的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 愿我的名,我祖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借着他们得以流传,愿他们在地上生养众多。 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联的头上,心里就不高兴,于是拿住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联的头上移到马拿西的头上。 约瑟对他父亲说,爸爸呀,不是这样,这个才是长子,请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 他父亲却不肯,说,我知道,我儿啊,我知道,他也要成为一族,也要强大,只是他弟弟比他还要强大,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那一天,以色列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用你的名祝福人,说,愿神使你像以法联和马拿西一样,于是,以色列立以法联在马拿西之上。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看哪,我快要死了,但是神必与你们同在,必领你们回到你们祖先的土地去。 现在我把从前用刀和弓,从亚摩利人手中夺过来的那块山地,赐给你,使你比众兄弟多得一分。 这些事以后,有人对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 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联同去。 有人告诉雅各,说,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 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露丝向我显现,赐福给我。 对我说,我必使你繁殖增多,成为一大族,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生了两个儿子,现在他们算是我的,以法联和马拿西是我的,好像刘本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子孙,都是你的。 不过,在继承产业的世上,他们可以归在他们哥哥的名下。 至于我,我从巴旦回来的时候,在迦南地的路上,那里到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就死在我身边,我在那里,把他埋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儿子,就问,他们是谁。 约瑟回答父亲,他们是我的儿子,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 以色列说,把他们领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他们祝福。 They are the sons God has given me here, Joseph said to his father. Then Israel said, bring them to me so I may bless them. 以色列因为年老,眼睛昏花,看不清楚。 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去,他就与他们亲嘴,拥抱他们。 Now Israel's eyes were failing, because of old age, and he could hardly see. So Joseph brought his sons close to him, and his father kissed them, and embraced them.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可以看见你的面,现在神静使我见到你的后裔。 Israel said to Joseph, I never expected to see your face again, and now God has allowed me to see your children too. 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膝上抱下来,自己脸伏在地下拜。 Then Joseph removed them, from Israel's knees and bowed down, with his face to the ground. 约瑟领着他们两个到以色列的跟前,以法连在约瑟的右边,对着以色列的左边,马拿西在约瑟的左边,对着以色列的右边。 And Joseph took both of them, Ephraim on his right toward Israel's left hand, and Manasseh on his left toward Israel's right hand, and brought them close to him. 但是,以色列两手交叉,右手按在次子以法连的头上,左手按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 But Israel reached out his right hand, and put it on Ephraim's head, though he was the younger, and crossing his arms, he put his left hand on Manasseh's head, even though Manasseh was the firstborn. 要祝福约瑟,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以色所侍候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Then he blessed Joseph and said, May the God before whom my father's Abraham and Isaac walked, the God, who has been my shepherd, all my life to this day. 那就我脱离一切祸患的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 愿我的名,我祖亚伯拉罕和以色的名,借着他们得以流传,愿他们在地上生养众多。 The angel who has delivered me, from all harm may he bless these boys. May they be called by my name, and the names of my fathers Abraham and Isaac, and may they increase greatly upon the earth. 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心里就不高兴,于是拿住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移到马拿西的头上。 When Joseph saw his father placing his right hand on Ephraim's head, he was displeased, so he took hold of his father's hand to move it from Ephraim's head to Manasseh's head. 约瑟对他父亲说,爸爸呀,不是这样,这个才是长子,请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 Joseph said to him, No, my father, this one is the firstborn, put your right hand on his head. 他父亲却不肯,说,我知道,我儿啊,我知道,他也要成为一族,也要强大,只是他弟弟比他还要强大,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But his father refused and said, I know, my son, I know. He too will become a people, and he too will become great. Nevertheless, his younger brother will be greater than he, and his descendants will become a group of nations. 那一天,以色列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用你的名祝福人,说,愿神使你像以法连和马拿西一样。 于是,以色列立以法连在马拿西之上。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看哪,我快要死了,但是神必与你们同在,必领你们回到你们祖先的土地去。 Then Israel said to Joseph, I am about to die, but God will be with you, and take you back to the land, of your fathers. 现在我把从前用刀和弓,从亚摩利人手中夺过来的那块山地,赐给你,使你比众兄弟多的一份。 And to you, as one who is over your brothers, I give the ridge of land, I took from the Amorites, with my sword and my bow. 。